作评 作评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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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如今你也瞧见了 楼家二房的地位如何 阿母问你 可曾后悔喽 后悔什么 这年头 哪有没半点眉眼官司的人家 大母与二叔母也是不好相遇 阿母不还是任命家过来了 这如何能比 你大母与二叔母再刁蛮厉害 家中仰仗的也是你阿父军中荣耀 我背后有你阿父庇护 自然这轴吕关系也不怕闹堂 可是楼杨在家中地位卑微 将来如何获得住你 就别说是他了 救他的阿兄 不也是仗着大方鼻息活着 捕不住自己的妻子吗 夫妻一体 哪有谁必须护着谁的道理 我觉得阿姚挺好的 为人忠厚 诚实 全无都城里那些浪荡子弟的习心 迟早都有出头之日 我与阿姚都商量好了 只要日后磨得外观 就算没有渡城里那么舒服精致 也能想 天歌海阔 如此一来 夫君该放心了吧 这门心腹 阿姚取得相当值得 之前啊 我还担心这陈四娘子 如传闻中般顽劣粗鄙 如今看来 是为夫思虑浅薄了 四娘子当真是聪慧豁大之人 阿姚与她相识后 也比以前开朗畅宽许多 更一心想要外放为官 只是 阿姚想法 终究还是太过天真了 我担心大伯父 事事也无绝对 夫君不是说 圣上求贤若渴 任人为财吗 夫君胸怀韬略 又急便多治 我相信假以时日 定会有机会出头的 你可知楼瑶大雄文武兼并 为何至今却没落得一官半职 莫非是楼家大方耽搁了他们 是上上为了破世家习勋之风 拔寒门子弟之能 定下同门不能悉蜀为官的规矩 不认识 楼大夫人又想让自己的儿子入室 从此便切断了楼家二房的前程 逼得楼奔不得不放弃 朝堂的机会 蹉跎至今 楼大夫人多长了 可惜 楼台夫的两个儿子都不争气 不能入圣上的眼 这就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 少主公 咱们方才已将肖世子党羽拿下 其中有几个人想趁乱服毒自尽 都已经被我们拦截并勤获 接下来我们当如何做 留活口 审问清楚 肖世子还留下哪些线索 是 报 报 邵主公 说 邵主公 已经按照你的吩咐 查封了肖世子长去的花楼戏院 还搜查了 素日与肖世子来往密切的伤骨铺子 这些伤骨竟然被吓破了胆 想连夜打包戏院出城 回乡躲避 沿路设下路障查验 告诉他们 只要他们肯说实话 我们不会为难 是 我听闻圣上下旨 找勇王回都城 勇王却撑顶不来 我猜朝中有变 父亲可是心中小 既然现在朝中有用得上我的地方 那便是时候 去见见我那位 吃素香蕉的老友了 停车 宇军 女公子 前面好像出事了 观察不让过去 发生了何事 例行检查罢了 丞娘子 林将军 前方发生了何事 例行检查罢了 这一路上并不太平 就让在下 护送二位回府吧 就不劳烦林将军了 既是药物 又怎能离港脱直 在下正好在此搜查 说是护送 不过是顺道而为罢了 都城怕是还会再乱一些日子 近日陈娘子 还是少些出门好 将军且放心 近日无非是去楼家 商议清是吧 林将军 少商与楼家已经议清 再过几日 楼家会设宴 报知我家小女 与楼家二房二公子定亲之事 若林将军有空 可去楼家 喝杯酒 在下军务繁忙 未必有空 那可就太可惜了 那就等日后 我与二一登登在访了 在下先送两位回府吧 时辰不错了 是 放行 是 放行 这萧世子府和程府 一个在东 一个在西 怎么顺路啊 既然是查 便要查得彻底 所以少主公是怀疑 程将军和萧世子有勾结 什么 阿姆竟答应让袁胜来教你吗 不是你们 是咱们 阿姆说善见公子学识渊博 听他传课 圣读识卷 大姆说既然树修这样贵 只教二郎们不划算 所以我们都要续续 人越多越好 包括你 可 可我是女娘 阿姆即便是要请 也应该请女士才对 反正你要跟阿姚成亲 嫁错人妇了 也不用避嫌啊 为何不用避嫌 娄家最想回去 阿姚 你大可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去听他讲课的 不不不 善见兄的学识 连大伯父都赞不绝口 少商 我能不能和你一起 去上善见兄的课 见识见识 见识什么 见识他如何张扬跋扈 我可是见识够了 我是不去的 妙妙啊 你就从了吧 今日我已经占补过了 袁善见的课呢 你是非去不可的 不过你可以放心 我可以每日给你沾上一管 若是挂象太胸 你就装病 我们一定帮你演示过去 免得提问丢丑啊 还用算挂呢 不学无术 对上学富武车 可以预料得惨不忍睹 这挂象上必定是日日大胸 胸不可测啊 我听白露山书院同门说过 善见兄给皇府夫子带过个 乏人的乏字花样百出 不过稍稍你放心 若是你挨乏 我就陪你一起 娘娘 我倒是有个法子 可以让你不知最差 你啊 要求万伯父 将万七七送来 有了七七垫底 你定不是被罚得最惨的那个 对啊 好子妹 就应该同甘共苦的 不过我会告诉七七阿子 这法子 是刺兄想出来的 好主意 多谢子兄 走 你不能不讲义气啊 你不能不讲习气 没必必要不讲习气 你不在乎 你不忍乎 是太多了 你不知我 你不忍乱 有很多 你不忍乱 老 Markus 你不 开心 我不忍乱 你不忍乱 我去融卖 这不是 那也好看 终究还是来得仓促了些 只能这般对付 这是万伯父上次列着的虎皮吧 你拿来当坐垫 还觉得只是勉强应付啊 这才才出一块坐垫而已 还没来得及相经线呢 朱川也没来得及 这么素 但入不得我眼 坐垫相助 你也不嫌硌的话 你花费如此大 这未来郎旭家不得为你败光了 未来郎旭乐意 你管得着吗 为何只有这三张书案是这般布置 那是女眷的位置 你们大可布置自己的眷 程阳妹妹 你想坐哪儿 我都行的 去家子都带何处啊 我据装 那你坐我左手边 少商妹妹坐我右手边 好 你们后边去啊 七瞎子专门为我跟堂子准备了这些 这竹台 可真诚呢 这是足精塑造的 你要是喜欢 送你 这个就算是不点灯 看这都要也 七瞎子 你又豪方又细致 就凭我们两家的关系 你若是个儿郎的话 我定嫁给你 其实少商不嫁过去也无紧要 咱们成家儿郎多呀 可以娶妻妻子 你别做梦啊 我可不嫁了 我不是说我 是另有其人 还能有谁呀 你大胸可是成婚多年啊 与大嫂抗力情深 一起见首边关 我可不能破坏人家的夫妻感情 这不是还有刺胸吗 那 那我还不如娶了少商妹 成家四娘子还真是受欢迎 竟是男女不济了吗 四娘子只要好好学 来日想嫁谁便可嫁谁 孔子答言子问 为邦而论四代 达子章问时事 而言济周 前几日朝堂诸人议论孔圣人 为古今之说争论不休 有人言周智概为孔子心智 周礼固为委托 而古文经者反驳 国家将有大事 若立辟庸 风善 寻守之矣 则幽明而莫知其缘 你们学了这般久的孔圣人言 觉得谁言之有理啊 我觉得 你 就你来回答吧 算学了 我 我觉得都不在理 他既然身为圣人 就理应家话说得通俗易懂些 当初要是把话说明白了 这些人也不至于不理解 也没必要要真 夫人 我觉得妙妙说得有道理 你说他圣人既是传道解惑 为啥不说得清楚些 那说些似是而非 明明是造货 哪得解惑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 妙妙跟那是有样学样 连圣人都敢编排啊 那圣人还说非礼无事 非礼无听啊 夫人也带我到此啊 来听强调 怕是又回圣人之言吧 若是圣人跟你们这对妇女 待个一年半载的 连圣人都会被你们 气得胡言乱语 娄家书香传家 最重圣人典籍 你如此懈怠客业 怎为娄家心腹啊 父子管得也太多了些 父子 绍商不通文末 只因自幼未曾被妥善教养 他聪慧过人 若是身在楼家定然保读师书 况且绍商并非不好学 只是对杂学更为旁通 他在华县的时候 手工与建造 远剩多年的经营匠人 还是爱要懂我 我说了 程伯夫人 请我来教导你 我快来了 希望你嫁入书香似家 你说这个袁善建 他为什么不认为那样样 样样样才思念见 定能将此理 答得很好啊 我身为夫子 自当严格要求 分明就是这些似家子弟 整天吃饱了没事干 什么这些无用之事 学了这些 既不能让田里多皱出庄稼 也不能让东日里多裁新衣 对迷生来讲 刚无任何大用途 学了也是无用 其实我觉得 原夫子说得不错 史皇焚书坑儒 知文史破碎 见文杂薄 由此可见 理须便则明 古今之争 也并非全无用处 毕竟 总得有人懂得这些 既然女公子 觉得夫子讲得并无实用 好 那从今日起 夫子就讲些有用的 夫子就讲些有用的 女公子即将为人妇 不如我为你讲些夫妻故事 也可顺道学些诗词歌赋 不致令未来郎婿 学得无趣 如何 你说真的 你说真的 从现在开始 只需要听故事吗 由女公子来选 是先讲金屋藏郊 与长门妇的故事呢 还是讲凤囚黄 与白头盐呢 黄金屋今仍在 但长门宫里已无有情人 可见这世间夫妻 初见时各个情投意合 难舍难分 才成就这段姻缘 但最终 不过是情消爱迟 你以为形同陌路 就是痴难怨你的 最坏归宿吗 错了 女公子是未曾见过 反目成仇 不死不休的怨恶 这世上伤以罪深之人 恰恰就是 你以为可以相许终生的 良人 给我继续搜 一定给我找到世子妃 任何时我们在 我要见人 死要见识 是 是 赵金屋在何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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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是会赵金大喜之日 可他却不见了宗银 你是他父母 自幼看他长大 定同我一般担心他 是不是 快 告诉我 赵金与他幼递 现在何处啊 不记得 但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赵军是我家新父王 我与他是一家人 只要他肯就此回到我身边 劝服约丈 与我肖家同进退 到时候 待我父王得成帝业 绝不负赵军与你们何家 届时肖和两家 共享江山社稷 这难道不好吗 何家争扎的 一张铁骨 请与逆贼同我 好 那我倒要看看 待他何有一双儿女 落到我手中之时 他还能否有这般铁骨英气 你几个逆贼 逆贼 我 我就是逆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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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贼 来 弯他一双眼 还不肯说的话 断他手下来 什么事儿 我倒要看了 是他先死 还是何昭金先穿线 逆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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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义敬的军报 想必诸位都已经看过了 真倒是想听一听 你们的心里话 优王父子凭借联姻婚业 向何将军的清卷发难 意图胁迫何将军携手谋反 这显然预谋已久 七星可终 父皇 儿臣认为 应当立即发兵冯义俊平叛 以敬孝悠 三弟 优王乃是 最先追随父皇大爷的老臣 儿臣觉得当以招安为首 以表父皇心怀仁德 未忘旧臣情义啊 万事只要一到太子殿下手上 总是显得那么一团和气啊 可是那雍王既然能做出 孤恩负德的行径 哪还讲什么君臣之意啊 小岳侯所言甚是 若要朝堂稳固 就必须用重点杀依锦拜 雍王这汉勇绝不树立地 当初也唯有霍家军可以与这匹地 三皇子啊 你轻易得一句评判 谁指定 如今的朝中 你再也找不出 第二个祸充了 娄太夫 这话你说的 何将军的长子 昨晨已经战死了 什么 你怎么知道 陈认是一老友 多年来 他与陈尺素相交 他掩饰过人 好游历四方 结交天下游侠 这消息 便是他所结交的游侠 昨日从冯义俊 冒似送出的 不过将军 与其此时 是如此地骁勇善战啊 何以沉沙折戟啊 何以沉沙折戟啊 何将军此番前往冯义俊 本是为参家女儿婚姻的 并未带作兵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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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得知雍王不成的 陈知青之后 拼死将云王的兵马 堵死在冯义俊内 否则 诸位也无法在此 镇定着商议 是战还是和呢 陛下 臣请您立即发兵使援 臣 愿带兵出征 臣 你 子绅啊 你可知道 雍王十几岁 就在马背上打天下了 打仗对于他来说 比吃饭还容易啊 何将军一家哪个不骁勇 遇见他 不也一样身陷险进吗 此战凶险 看来啊 还是得派一些 岁数大经验族的老将去才是 臣的年岁 确实比不过那几位老将 但自认为沙场上的本事 不输任何人 此次讨伐勇王 臣 当仁不让 父皇 儿臣觉得 林将军所言甚实 这论起打仗的本事 朝堂之中 有谁比得过林将军 此事啊 还得从长计议 往日朕甚性勇王 从未催着他 交出他的属地于途 若是没有属地于途的指引 那此战恐怕是更为凶险吧 陛下大可放心 臣的那位老友 对冯义俊的地形了如指掌 他可以汇至于途 什么老友 林将军的身边能忍辈出啊 像此等人才应该举荐入朝才是啊 为何要隐藏起来呢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该在藏了 陛下 臣认为 应当先派吴将军先行持援 待臣娶到冯义军于途之后 与吴将军会合 共同抗敌 既是如此这样吧 朕云你三万人马 但是务必要凯旋而回啊 遵旨 那老臣也在此 恭祝林将军凯旋了 只是可惜了 明日家中备下了定情宴 原本是想请林将军过去 喝杯喜酒的 现在也怕是来不及了 那可真是不巧啊 我要去拜访的那位老友 刚好在贵府 这杯喜酒 我还真是感恩上 林将军说的那位老友 莫不是龙家人 行了 今生三亿到此 就被散了吧 此事啊 你留下 来 还未恭喜楼太傅啊 你们楼家 又要出一位能臣了 此人必定会被父皇所重用 你们楼氏一族飞黄腾达 指日可待啊 楼氏子弟 多是平庸无能之辈 何来的飞黄腾达这途啊 楼太傅谦虚个什么 又不是让你辞了官 给子侄们做 对吧 来 子侄方才说的是哪位谋士 楼家子侄竟有这般人才 为何之前 从未听太傅举荐过 不过是家中一位 只爱有礼 不愿入室的侄子罢了 世家子弟 竟有不愿入室之人 真是可惜了 这背后一刀 痛得还挺准 你这才回来几日啊 又赶着要去出征 别跪着了啊 来 坐着跟朕说说话 刚才你也听见了 死账了 九死一生 你要是有个好胆 怎么办 日后我该如何 向九泉之家的霍雄交代啊 雍王之事 臣从军系案开始便留心在意 习使为臣 终了也该是臣 陛下放心 此意 臣心中有数 你叫朕怎么放心啊 看见没有 人家娄太夫那个侄子 岁数还比你小了几岁 如今就要娶心腹了 可你呢 你要是真的想让朕放心啊 那就早日成婚 免得整天的在外面生死搏杀 楼瑶温厚善良 臣娘子从会可人 臣只盼着他们 和和美美 天长地久 他们倒是和和美美了 那你怎么办 你如此这般的毫无顾忌 把你的命不当命 就是因为你背后啊 没有让你惜命的人 好啊 既然是这样 那朕就让皇后 选一对玉璧 作为罗公子 和承娘子的贺礼 看什么 陛下 既要送礼 那能否再次承娘子一道慎恩 恭喜程大人 程夫人 程大人来了 恭喜程大人 多谢 多谢 恭喜程夫人 夫人 可算把你们给判来了 龙夫人 停干净 少商 你过来 我来迎你见见家里的长辈 这位按辈分应该称呼为 老舅母 老舅母安康 回来 楼家心腹见长辈 是要用权力的 来人 取柜店来 楼家的规矩还真不少 我楼市本就是中名鼎石之家 自然与那些曹盟武将有所不同 大伯母也是说 见长辈去行权理 不过我与阿妖上位成亲 楼家这么讲规矩 可是连这个都忘了 是我心急了 在我心里 早已经把你当成是自己人了 也是 你与程夫人分开多年 来不及学这些规矩 那日后 我慢慢叫你便是 我尽不知 楼大夫人 还管二房心腹教导 嫁过来的心腹 多不懂楼市规矩 免不得我要辛苦些 咱们长辈闲聊 小女娘难免无趣 少商 阿妮她们在里边 快进去落座吧 娘娘 带上妖妖 快点进去吧 好 娘娘 今日毕竟是你的大戏之日 可千万莫反击啊 唐子 我知道的 今日我绝对不会与人吵嘴 更不会动手 七下子 你们可来了 可怕我给憋坏了 七下子 今日你也得沉稳些 你看这一股子小女娘 可不够你一个人打的 行 看在妹妹的面子上 我呀 不跟这些不知理数的女娘们即将 你说谁不知理数呢 说你呢 阿妮妹妹 你与少商即将要成为姑嫂 日子还长远着呢 不着急眼下争辩 王家子说得对 我日后啊 可得好好教教新嫂嫂 娄家规矩 也别太严厉了 谁让她十余年无父无母教育 被叔母养成这般废物呢 我 你们口口声声讲规矩 你有规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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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懂规矩吗 我 这些人要试着 我买到你了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十一郎这模样 也是绕架了 也是永世不会忘的 我就是嫁了三回人 你还是要信头的 少回见着袁善间 他们也是这边说的 我就是嫁了三回人 小少商 你呢 你不是说十一郎仰慕你 你还不屑一顾吗 你这话问得好生奇怪 若少商回答是了 你少不得要说少商 朝其暮处对不住啊呀 若少商回答不是 那你又要说少商了 说少商眼高于鼎 连玉前得宠的林将军 都不屑一顾 是 万家娘子想得太多了些 我们姐妹方才提及仰慕十一郎 那可都是坦坦荡荡的 唯独少商妹妹不敢回答 是不是心虚啊 我是懒得理你 是 林将军少年英雄 谁也不曾仰慕 不过如今 可能是因为我有了阿瑶 是你们当中 第一个定亲的 所以我看林将军 定然也是我无感 对吧 小公子 左一句阿阳 右一句阿阳 还没嫁进来呢 就是到高潘国家兄长 就是 女公子 林将军带着圣上的诏书来了 女君分布我 带你去前院听诏 什么诏书 我也不知道 家主们都已经在前院了 都已经在你前院了 我认识是回复了 他在这些公园带着圣子 我认识是回复了 我认识是照片的 我要一條脸 请 阴臣诚实 协议家来楼市赴宴 未能履处周前的奉赢圣意 还请林将军带向圣上解释 无妨 既是在楼家并非成家 一切皆可从解 今日我来 是待圣上有几句话 转告陈家四娘子 陈四娘子 上前接召 跪 至召取灵侯之女 承绍伤 人心扶弱 情慎贤淑 公僚温检 知书懂礼 核心悦性 闻 驻华献无辜 人心扶弱 情慎贤淑 五 平岸山乱匪 实属龟门典范 闻 城楼玉洁 百年永好 他说的这人 是我吗 赐玉碧一对 锦断食匹 拜 谢圣上 谢圣上恩典 快接招 快接招 啊 陛下 既要送了万龙佛 再次承娘子一道圣宫 他重见华仙有功 不如 趁着楼家此番盛宴 当着宾客们的面 再送他一道表彰 既送了承家恩典 也全了楼家的脸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